歡迎收看今晚的天氣報告 我是林鶴賢 保安今天天氣趁情趁雨 下午在太平山頂向北望出去 見到雲涼相當多 尤其在新界方面更加有些雨 至於氣溫方面 市區今天六島最高會溫是32度 有些地區譬如沙田、青衣 六島是33度 但在新界的西北邊 相對來說溫度是比較低一點 瀏頭山只有30度 原因是在新界的西北邊 趁雨是比較多一點 整日來說 在新界的北邊和屯門方面 有些地區有30毫米雨量 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香港在這裏 其實香港附近雲量相當多 尤其是在廣東內陸地區 還有很多雷暴產生 如果看遠一點 在西太平洋上 有一個熱帶氣旋雲雀 我們預計雲雀將會在未來的兩至三天 採取一個偏北的方向移動 大致上是移向日本的 所以在這個週末 需要去日本公幹或者旅遊的朋友 記住要留意當地的天氣情況 至於香港的天氣 究竟在未來兩至三天會如何呢 我們看看最新的天氣情況 高空反應船在未來的兩至三天 將會慢慢地有所增強 故此我們的天氣會是好轉 會是趙雨方面相對是慢慢地減少 至於詳細的天氣會是這樣的 大致多雲 有一兩陣趙雨 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 最低氣溫因為28度左右 而明天日暴暈時間有陽光 天氣炎熱 市區來說最高氣溫上到32度 生涯會是最高一兩度 風會是吹旺換的南至東南風 提提大家 明天的最高展外線指數去到12格 強度屬於極高 所以明天要出街的朋友 記住要注意防曬 至於展望方面 記住在周末期間星期六、星期日 我們的天氣會是大致天晨 和酷熱的天氣 但是局部地區會有趙雨 似乎天氣慢慢地好轉 明晚還有機會看到月傳食 今晚的天氣講到這裡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晚上 再見